BMI這個部分的練習 把它丟到哪裡呢?丟到我們的 Jungle 這個部分的程式是我們上學期寫的啦 基本上大家直接執行 它會直接秀在什麼呢? 秀在下方的這個Console裡面 當然用Print把它Print出去 不過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我如果希望可以 把它放在Jungle裡面可以正確執行 無誤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剛剛一樣 我一樣會有一個W,一樣會有一個H 所以呢我們第一步呢 各位可以想到啦 如果我今天直接拿原來的 這個專案好了 我就不再重新建一個專案啦 不過 比較好的方案應該是另外你在 建一個所謂的BMI的Project 不過如果我不改Project 我是直接這邊修改的話 第一個當然你要想到Views Views裡面的話 我先Define一個什麼呢 如果我要傳遞兩個因素 那方法一的話呢 也許就是BMI好了 只要是BMI 它一樣是Request 然後傳遞兩個因素 那有方法一方法二 也許我們也是照 兩個方法 第一個 Request 第一個 我後面的話呢 就變成什麼樣 你可以先建好之後 再來的話呢 你可以拿 因為這程式啦 如果可以自己重達 如果不行的話 直接拿這個來改好了 我們要修改好了 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貼上 第二個的話請注意一下 它的縮排位置 因為貼上之後 它都會跟它 按Enter一下 這邊底下的話 記得選舉按Tab 讓它的程式 一定都是在下一階 那個階層 對那個 這個 Python 它非常可以有這個 縮排 如果縮排錯誤的話 那也會發生錯誤 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傳遞引述的話 接下來的話 W跟H 也許 把W跟H 這邊 註解一下 註解的話就是Ctrl加斜線 它就會自動把這兩行註解掉 但是我要怎麼樣把資料抓過來呢 也許 我們可以想到 就跟剛剛一樣 用GET 比如說呢 這邊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 剛剛有同學試了一下 GET不能用小寫 OK 把這一行拿過來 那假如說呢 我將來 要GET的話呢 是什麼 GET一個 乾脆叫W W丟給W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 H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把它貼一下 這邊把它改成H 用 W跟H好了 把剛剛的 A跟B 改成W跟H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它丟過來之後 把它做 計算之後 再來的話 Printer Printer 特別注意 一樣是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所以 我們最後一樣是Return 把最後的東西Return 把最後的東西Return Return的地方 把它Return 那Return什麼東西呢 我們之前是Return一個C 那這邊是一個Print 所以我上次有講過了 我們可以把 串接的部分 乾脆把這邊改成 用S好了 用一個變數 最後這邊呢 再用 把那個S給輸出 所以這邊的話 比較快的做法 你可以Ctrl加F Ctrl F是尋找跟取代 取代成什麼 取代一個S的變數 S等於 然後把它取代一下 這個取代 下一個 那你可以全部取代了 不過我怕有些地方不應該取代 也把它取代了 好 那Close掉之後 這個也把它拿掉 也就是說呢 判斷完之後的話 再一次的就把它做什麼呢 做輸出這個S 你想說 老師那我不能把這個Return 放在這個 就是Return HTTP Respond 把它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Print 也可以啊 可是你會發現 相對的 到處都是Return Return 看起來不舒服 乾脆寫在下面 感覺好像會比較清爽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會這樣寫 就程式看起來越清爽越好 你不要寫一堆 看起來很複雜 就會覺得 以那個 我看程式的標準 會覺得 看起來真的不是很精簡 越精簡越好 OK 那寫完之後的話 程式應該 第一步View 就搞定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我在寫什麼 第一步 是Define 然後把它Get 所以到時候會有W跟H 其他就是把Print 改成S Print出去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再增加一個BMI 的UI 所以 再來 可以利用什麼 剛剛這個 ADD 有兩個 參數 所以我一樣 那我只要改這邊的什麼呢 這邊應該改BMI 然後這邊的話呢 一樣 改BMI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View 把它點兩下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 Import進來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漏這個 那Name的話呢 本來叫ADD 但是叫BMI 這個Name不要動 反正傳過來的那個引述 叫BMI OK 把它Save一下 接下來理論上應該 程式都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 我們Views跟UI 做完之後的話呢 試一下看看 我們一樣 把那個剛剛的這個專案 再去重新 Run一下 Run它 Run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在那個 我們的語法裡面看一下 看看這個地方 OK 把那個剛剛的 127 點零點零點零點 然後這邊後面的話呢 加一個BMI 斜線問號一下 然後我又W 等於 體重多少 體重 80公斤 AND 第二個 H 等於 180 OK 假如這樣 80一80 應該蠻標準的 Enter一下看看 理論上應該他會把這兩個東西傳過來給我 如果沒有做錯的話 理論上沒有做錯的話 應該是OK 但是如果做錯的話 他會顯示錯誤 不確定 一次做對的機率其實不高 錯誤的機率很蠻高的 Enter一下 OK 所以你會發現他馬上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地方有錯 什麼錯 他會告訴你說 Type L 就是你的形態錯 哪個地方形態錯了呢 他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 層層 他這裡好像 Type S 這邊 層層的這個部分 層層指的是 這邊 等於是平方的地方 那為什麼出錯呢 對 轉型啦 因為 過來的東西 它是一個什麼 一個字串 那字串它又要乘乘2 這個沒辦法 它不能夠 所以 一樣 我們把這個 剛剛露在一個 float 轉成 假如說我用 integer 它是整數的啦 不過如果你有 有的人很care 我是 180.1 1他也要 他一定 不能捨去小數點 那我們用float 當然如果你是整數的話 你用int 所以這邊把它刮回一下 這個也是形態問題 丟過來 丟過來 再來做 平方 應該就沒有錯了 把它save一下 再來一樣 Type-L應該沒問題 充整 過輕 可是 問題來了 那 問題是 如果你現在 平雨過輕 那可是我希望 看到的結果是 BMI多少 換行 平雨 平雨是什麼 不是只有這麼簡單 我如果希望看到的結果 長的就會是像 這樣子 底下這邊 OK 長這樣子 不是只有過輕 這個地方 所以問題來了 要怎麼剛好串 所以這裡的話 你需要 把 BMI 的變數放這裡 這邊的話要換行 還記得吧 在拖曳資源裡面 Enter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做完之後的話 並且 看能不能改成 類似長這樣子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